專注處理影片剪輯 50歲的張先生 原本自己是接案的攝影師 現在到企業的影音部門工作 我那時候在接案的初期 是覺得有滿腔的熱血 還有一些很多很新奇的東西 什麼東西都沒有去接觸過 所以那個兩年三年 是覺得非常好 就是說什麼事情都有可能 可是回歸到一個現實面來說 其實眼睛張開 燈一開 所有東西都在掃錢 而且整個物價的部分 還有一些需求的部分 其實是年年的 像通膨這些都年年有在攀升 創業真的不容易 張先生再次成為上班族 工作也是熟悉的拍攝剪輯 我們詢問他 有想過什麼時候退休嗎 退休 其實不敢想要退休 當然心裡有想 可是基本上來講 就是有一些收入的 這很現實的問題 跟基本的支出開銷 所以其實退休 想退不能休 老闆年紀夠支付 你有退休後的生活嗎 我覺得有可能不大夠用 有可能 因為我們其實 以前是不會很在乎這一塊 但是隨著這個年紀的增長 我們其實稍微有去策略這一塊 以後發現 一個月可能領個幾千塊 甚至一萬塊 一兩萬塊是 已經是極限了 張先生說還不敢講 哪時會退休 如果職場穩定 他願意一直做 但也思考斜槓的可能性 老後單靠勞保年金 恐怕是不夠用的 而因為物價飛漲 勞保局在2022年5月 調升5個年度 開始領勞保老年年金勞工的 年金金額 2023年5月再調升5個年度 2024年一口氣調升8個年度 調幅最高達7.59% 高達85萬名退休勞工受惠 也因此全台願領 勞保年金超過5萬元的人數 增加到5人 其中原本的勞保年金王 勤領金額從5萬2千多元 大幅增加到5萬4千多元 而這5位月領超過5萬的人 有兩大必備要件 第一個都符合勞保年資50年以上 第二個是勤領年齡70歲以上 你要想要把你的所謂的一個月退的金額加大 唯一有三種方式 一個就是你的投保心資要過高 但是我們現在的投保心資最高 最高的就是只有155千8而已 不管你薪水多少就155千8 第二個就是你的勞保年資要過長 第三個就是你要延後申請 因為我們只要你延後65歲以後 延後申請的話 每一年會加5% 然後最多就是加到20% 這三個條件都符合的話 那你有可能一個月平均可能 也許可以零到3萬塊錢左右 那已經算很大了 理財專家認為 一般上班族可能最多勞保 投保35到40年 除非自己是老闆或高階主管 才可能在職場待很久 根據勞保局統計 2023年底有超過174.2萬 退休勞工領取勞保老年年金 平均月領18000多元 其中有超過4成2的人 月領2萬元以上 佔比相較2022年多出4個百分點 有破5成7退休勞工 月領不到2萬元 那如果今天你純粹勞退 一個月要領到4萬塊錢 你的勞退累積金額 大概要接近1000萬 就是除非你的勞退帳戶裡面 已經有1000萬 不然你當然勞退這一塊 要領到4萬塊也不太可能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講一個例子就是說 事實上除了勞保勞退之外 還是要自己要做一些 退休準備才有辦法 今天調查顯示 其實大家平均預估 要退休的年紀 已經逐漸往65歲來靠攏 現在已經是63、64的 平均期望的退休年紀 某種程度上 也是高齡化的社會情況下 你的父母親或長輩 可能也需要你有這種 照顧的一個這個情況 變成這種上有這個高堂還在 有引法照護 勞保照護的一個經濟壓力 然後另一方面 你下面又有這個子女 可能剛出社會 經濟狀況沒有很穩定的情況下 你還是要有一個經濟的援助 的一個部分 錢不夠用 延後退休的人變多 而老後還有醫療支出增加等等 勞保加上勞退 可能也入不敷出 要能樂活養老 真心不容易 TVBS新聞李黃龍王一直也看到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